228连续假期到了 为了因应外地求学工作的游子返乡 还有外地游客带来的人潮车潮 预理警分局2月27号早上8点到3月1号的晚上12点 为期有3天 针对辖区内一拥塞路段 编排交通定点疏导 配合机动巡逻请勿规划了交通疏导及管制 也呼吁民众要遵守交通安全规定 228连续假期要来了 针对出游的部分 预理分局表示 请勿酒和驾车闯红灯超速危险驾车等交通违规行为 假期期间车潮涌现 更需要注意保持前后安全车距 并且避免疲劳驾驶 那当然我们依据上一次春节的一个交通状况 我们才分区分段热食热点的部分 来部署我们的一个勤务 那为的就是希望说可以保障行车顺畅 以及民众的行车安全 那我们容易阻塞地方在前一次春节部分 可能比较需要注意到 就是在我们的台9台30线 以及我们复理295K的部分 另外复理箱农会罗山农特中心 旁边设有稻草装置艺术 这个路段较为狭障 其民众游玩观赏时 确实依照主办单位引导 以及警察人员指挥停车 不要占用车道违规停车 以保持车流量的顺畅 以及安全 就是我们的复理农特产中心 它有一个稻草装置艺术的一个展示 那这部分可能车辆会比较多 那这边也呼吁驾驶朋友 那另外在欣赏稻草艺术的时候 也不要去占用到车道违规停车 那我们的道路可以保持顺畅 为期三天针对辖区容易塞的路段 编排交通定点疏导 配合机动巡逻警务 规划交通疏导与管制 也呼吁民众能够遵守交通安全的规定 记者高松双玉里镇采访报道